有水吗 少女轻声闷道 一名老生离去 片刻后端着一盆水 放在少女面前 谢谢 买出手帕大师 轻轻擦拭少年身上的血迹 不多时 盆中的水已是鲜红一片 所有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 一言不发 包括赵子诚 倒在地上扭着头 死死地盯着吊车尾 惊咬着牙 就仿佛在出演一场墨剧 你是喜欢干净的 总该走得挺面些 做完这一切后 少女起身 看着身后那一名名学生 诸位学弟 很抱歉 因为自身原因 我没有办法离开内院太久 文轩的后事 拜托了 谢谢大家 一如既往的文静 对着众人身居一躬 所有人都默契地让开 处于学姐 言重了 白海棠轻声说道 应该写的 少女勉强笑了笑 最后一次深深地看了眼 那曾经的少年 将学院伸出走去 渐渐消失在了众人的目光中 站在拱门前的假山旁 抬起头 假山还在 阳光密就 唯独缺了那少年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处于蹲下 双手抱歇 轻声揣气 需求 远处那一脸胡子的醉汉 依旧睡眼朦胧 身上还带着伤痕 却仿佛完全感受不到疼痛般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坐下 拿起旁的酒瓶 猛灌了口 酒味扩散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醉汉常叹 如同酒后抑郁般 呢喃着 靠在墙边睡了过去 处于其身 擦拭掉眼角的泪水 再次扭过头 看了一眼的假山 最终进入拱门之内 他其实一直在守护着自己 就如同这门外的假山 厚重 踏实 一间民宿内 踪人脸色阴沉地可怕 换了一身新的伪装 在附近等待许久 才抓到这么一个 关键的时间节点 如果没有被发现 他完全可以混进血缘 作为唯一搜查的人 哪怕战后 自己也完全可以 躲在角落里溜走 但却偏偏被 那么一个家伙发现了 深吸一口气 丑校校未死 或许 要改换门庭了 这江城 不能留 神情冷卫 在抽屉里拿出一达 身份证件 卷出一个体型相仿的 对着证件上的照片 不断在脸上涂抹着 很快 与照片如出一辙 卧学院绝对不会善罢担休 要找个替死鬼才行 呢喃着 若有所思 在脑海中不断筛选着 合适的人选 这一要关 退 僵持不下 远处的战局 已经越发烈士 向柳发出一声怒吼 幽冷的瞳孔 注视着钟玉书 向后退去 那金雕同样向后方急持 钟玉书停留在原地 单手灵墙 身后血龙迎风而起 盘旋在半空之中 将那乌云冲散 阳光挥洒在大地上 此战 大街 养我人族雄伟 长枪高举 与天空那血龙 交相辉映 一声龙影响 车虚空 看着钟玉书那耀眼的身影 无数士兵浑身散发着 狂热的气息 气势暴敞 追击着妖族 此战 人族大声 阴剑山和泽山的 妖族损失惨壮 数年内都不一定能够恢复 远处 一直处于妖族后方的季红 与钟玉书隔空对视 微微一笑 依然是一声如气 转身离去 伴随着这妖官的消息扩散 人族同庆 随出可见的欢声笑语 但他们所知道的 永远都只是一个结果 而不清楚 为了这个结果 又有多少无名之人 付出了什么 镇妖官城墙上 城外面那一具具 再无声息的尸体 江城次日的墨雪月 响起了十三道钟声 江城墨阁阁主战死 以及一把送到 赵青衣手中的车钥匙 那座依然古仆雄伟的建筑 仿佛贯彻天力版 依旧屹立不到 暗红色的墙壁上 又添了几分鲜红 但城还是城 城上的人 却永远在不停地唤着 或许只为了某一天 站在那只妖官上 疲倦时转过身 看一看身后那高楼大厦 万家灯火时 能够露出 发自内心的笑容吗 这一站 许元清足足睡了三天 当他醒来时 墨雪月已经恢复了 正常运转 校园内那喇叭 依然不时响起 吵得令人头疼 声音很简 老生们又一次陷入了忙碌 封锁城门 搜寻着还在江城内 隐藏着的邪教教徒 争取一次性 让邪教伤筋动骨 余生也混杂在其中 相比于之前的沉默 余生最近话多了一些 甚至偶尔间 也在尝试着主动 和人打招呼 聊天 可惜 由于他的脑回路 过于迥异 很容易就会刺激的人 暴跳如雷 但他却仿佛在其中 找到了什么乐趣 频频发言 一时间 墨雪院内 所有老生 对余生逼之不及 直到三日后 葬米开市 仍在病床上的 赵自成和孙文 是强烈要求余生 引人带床一起抬出来的 哪怕阿太 沐宇 林小小也在坐着轮椅 包括大白都有气无力的 身上缠着绷带 一拳一拐的 全体学生中 伤得最重的 就是这批信任了 默默走完葬米 全部流程 分为沉默 相比于几天前的 单纯乐观 无忧无虑 此时的他们成长了许多 幸运的是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懂得了什么是战争 不幸的是 曾经的青春 年少 在夜间 就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楚瑜站在 吊车尾的一招前 长发飘飘 微风吹过秀发 露出那宁静的面旁 在这一招前 停留了许久 他才看着副校长 轻声说道 我觉得 可以准备实验了 留下这么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后 楚瑜再次走入拱门内 只不过这次 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再出现了 学院内最后的一次击斑 已经断了 赵紫诚等人 继续回去养伤 在医生凝重的申请中 给出了一个坏消息 他们几人 最起码一个多月 是别指望着再动手了 不可断裂 内脏移位 能量刺激经脉 可以说能活着 就已经是万幸了 尤其是孙文 最起码半年内 别想着打下 当然 他也打不了 就在他们 还沉浸在这 悲伤的氛围中时 有一道惊天新闻传来 就在人族大吉的三日后 腰郁真弄 撕毁其冤 六位山主携手袭击 镇摇关 造成死伤无数 镇摇关城墙一脚破碎 终于输重伤 随英雄千里来源 墨学院高层全体出动 附近各个省犯 全部出马 这才勉强拦下这次警空 但六角战死三十余人 七角战死四人 重伤五人 而妖族依旧蠢蠢欲动 几名山主 始终徘徊在镇腰关附近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出手 一时间加力蔓延 仿佛末日来临 也是在这一日 一个普通的乡间田野 麦田里 两名海童正在嬉戏玩耍 一名皮肤有黑的老农嘴里 叼着烟袋 笑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笑容朴实 憨厚 该走吧 注视远方 老农扒搭了两口烟袋 涂出缕缕烟雾 在那烟雾缭绕中 眼底带着一抹追忆 轻轻起身 将烟袋随意地挂在腰间 卷着裤腿 顺着田野间的小路 渐行渐远 一名体态雍容的妇人 站在茅草屋旁 看着老人离去的背影 眼睛瞬间红了 许久 孩子们或许是完累了 冲到房门口 看着妇人 又看了看周围 有些疑惑 妈妈 爷爷呢 妇人背对着孩子们 擦拭眼角泪水 深吸一口气 勉强恢复笑容 这才转过身奔下 什么也柔和 爷爷去找爸爸了 哇 那爸妈不是也要回来了 爷爷真厉害 孩子们的快乐 总是很简单 欢呼雀跃 妇人有些出神 呢喃着说道 是啊 爷爷 真的厉害啊 两个孩子喝了一口水 再次兴奋地冲向麦田 而妇人则是呆坐在门口 你们都去当英雄了 带着一腔热血 神族大义 但 我们呢 不觉间 泪水再次落下 此日 遥欲动他 哪怕是在阵妖关 也能清晰地看见 在阴剑山的位置 仿佛一轮大日升空 伴随着恐怖的能量 阴剑山死伤打扮 就算有幸存者 也全部中伤 感受到后方波动 惊雕神情巨变 不敢再继续盘旋在阵妖关附近 当他回到自己的阴剑山时 看着那惨状 忍不住发出一声悲鸣 在那墙壁上 还刻着清晰的门字 杀人者 莫鸽失了 万波 撕毁公约 亲我这妖关 近日 图你妖狱三足 看着这文字 惊雕沉默 许久后才突然惊醒 冲入半空之中 发出一声鸣叫 这声音传播千里 想要给予警觉 可就在声音响起的同时 另一处泽山 整座山都险些崩塌 这恐怖的能量波动下 就连方月义里妹的妖兽 都纷纷暴毙 盖森 人族疯了 向柳圣念阴沉 先撤 不把那家伙揪出来 这阵妖关 打不了 圣渝的几大山主 携手退去 阵妖关压力骤减 钟玉书站在城墙上 脸色苍白 扶着墙壁 注视着妖狱身处的动静 眼底带着一丝失落 是哪位 出手了 这一日 妖狱深处 能量随处可见的爆发 每次爆发下 都有大量妖兽陨落 尸体遍地 血气蔓延三千里 恍然间 一声危言和声 传遍整个妖狱 阿帕在镇妖关上 也清晰可吻 你妖族撕毁公约一次 这种情况 就会发生一次 趁当我们这些老家伙 都死了不成 我看你妖族 地狱能耗多久 今日 徒你三族 灭你一山主 伴随着这响彻天地的声音 一把镰刀投印在虚空当中 镰刀上 九颗金石是如此的耀眼 这是他的觉醒物 一把普通的镰刀 谁说 平凡的觉醒物 不能站在世界之巅 老师 钟玉书看着这觉醒物 猛地向前冲了两步 嘶嘶地盯着 眼眶湿润 一滴滴泪水掉了 双手紧紧攥着 注视着那觉醒物 不敢有哪怕一瞬间的眨眼 那苍老的声音回响前 镰刀乐下 伴随着一声哀嚎的鸣叫 丁雕自半空隐落 血染苍穹 小子 你做得不错 随着声音落下 一颗七彩吆喝 自妖狱深处划过 直冲而下 落在镇妖关的城墙上 看着身旁那染血的金石 以及那道声音 钟玉书身体有些颤抖 轻轻一较外套 重重跪在地上 难难地语 而是 走好 那镰刀蓄影并未收回 依然在半空中 向着妖狱更深处重去 直至妖狱最深处 来天穷剑 也是妖狱真正的首脑 类似于人族莫成 你敢 一道道恐怖奇袭 自天穷剑复苏 半空中几双蓬孔 若隐若现 盯着自己对面 这看起来十分平凡的老人 声音低沉 有何不敢 终有一日 我仁族在踏平你这妖狱 站在你这天穷剑前 万山遍野 尽我仁族其志 到时 你等又能如何 老人笑呵呵地说着 记住 这就是撕毁公约的代价 从今日起 你妖族 休养生息两年 不然还会有第二人 第三人 踏你妖狱 斩你群妖 伴随着四一笑声 那镰刀自半空落下 仿佛要将天空都斩成两半 天穷剑内 摇手紧暖 撕散而逃 老夫临行 不带一只九级的大家伙走 岂不是亏啊 一声轰鸣 就此结束 天穷剑一脚破碎 被收拢在此 血脉纯净的摇手 不知死了多少 天空中 更是一头蛟龙跌落 没了动静 那镰刀虚影 自半空中 逐劫消散 这一战 爆发极快 落幕 同样极快 甚至没有给人反应的时间 但 并遥愈胆寒 不敢忘记这飞暗的一天 则山 季红平静地 注视着天穷剑的方向 面无表情 向柳盘旋 在山上 眼中还带着一抹金句 或者说 有些庆幸 庆幸 那疯子选中的是金雕 而不是自己 无论这一战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人族终究是永久失去了一位默格老人 这种巅峰高手 人族是要远低于腰狱的 不愧 季红突然开口 淡笑着说道 还有万神教 几次三番的把事半杂 甚至拿我摇鱼当枪 也该给他们一些教训了 季红接着说道 这些你看着办吧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需要沉睡 则山大小事物 你来办 项柳声音低沉 九颗舌头缓缓闭上眼睛 仿佛舌泪冬眠一样 季红笑着摇了摇头 背负双手 走入深山当中 只不过在转身的那一刻 脸色有些发白 身体轻轻摇晃了一下 攥着拳头 很快又恢复了自然 这摇关上寂静无声 钟玉书缓缓起身 注视着远处的腰狱 深吸一口气 双眼布满血丝 九颗迎刃山林 八颗主持局面 哼 可悲的时代 转过身 看着一明明有些悲伤的展示 钟玉书吼道 都他妈干啥呢 都给老子笑起来 此战 我神族打劫 莫格施老 灭三山妖兽 斩衣衫山山中 强攻天穷剑 镇碎妖玉核心一角 驻九级蛟龙 此乃我仁族 十年来少有之捷报 哭他妈啥哭 钟玉书的声音 在城墙上不断回响着 另一边站立的孙英雄 看着钟玉书的身影 发出一声轻叹 或许 这就是前线降美的悲哀吧 向前一步 踏出城墙 飘荡在虚空当中 目光直视的妖狱最深处 猛然开口 能量涌动 声传千里 此战 妖族不遵公约 一切后果 自己承担 两年内 全面停战 不可攻我人族 否则 今日之景 仅仅只是开始 姚豫内 一道道嘶吼声响起 声音愤怒暴躁 实视天穷健庄 传来一道平静的声音 一年 声音落下 姚豫寂静 哼 孙英雄没有任何犹豫 一年内 你妖族 不可禁我人族 死关十里之内 否则 鱼死网破 说完转身离去 这次谈判的优势 是一名人族先行者 用命换来的 此次人族损失惨重 没有这一年的时间喘息 继续高强度战斗 必然会青黄不接 人族太需要时间了 一场由万神教引发 到最后愈演愈烈的战争 就此落幕 当然 至少看起来 人族赢了 镇腰关难得地恢复了平静 打扫着战场 收剪着那数不尽的 妖兽尸体 有了这些资源后 人族在接下来的一年内 或许又能绝起一些 优秀的后备吧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不知不觉间 已经过去了 一百四十九载 此日 许国哀悼 人族所有城市 街边所见 皆是白色 悼念墨戈 施了婉博 更是悼念 那死在镇腰关上的 一位未逆行者 此一战 欲被一报名人数激增 而墨城 在最深处 有着一座矮山 孙英雄 一人登山 山顶 一间很普通的小房子 人族殿堂 人人向往 但他们可曾知道 所谓的殿堂 就是眼前这么一个场景 嘴角带着一抹苦涩的笑容 整理着装一丝不苟 最终轻轻推开房门 房间简洁 没有一丝灰尘 那墙壁上挂满了木牌 上面写着一个个的人名 手中冰着几个新牌子 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 填充着空白 最终将角落里的一个数字抹去 又重新添加 一百四十九年 战死杀场者过千万人 那数字触目惊心 神情庄重 对着墙壁鞠躬一败 人族雄关未破 山河日月仍在 诸位 安息 轻声呢喃转身了一去 只不过看背影 有些落寞 消沉 甚至是 捂住 但当他打开门的那一刻 腰板重新挺直 屋内 他为人族后背 悼念先贤 屋外 他为人族脊梁 顶天立地 今年的学院新生大赛 冠军学院 资源清洗 冠军学生神兽习惯神 完美契合自身的觉醒 夭和一美 还有 可走先行者恋心怒 孙英雄思索着说道 听到最后一条 作为秘书 向来严谨的钟眠眼中 闪过一抹惊讶 但最终却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点头 好的 我去安排 转身匆匆一去 孙英雄抬头 看着这普通的装码房 轻嗨一声 终究有一天 我也会来的 走在那通往山底的小路上 渐渐远去 墨许悦 今天几号了 许元清打着哈欠 晃晃悠悠地来到新生宿舍区 无精打采的 眼眶还有明显的黑夜圈 随便挑了一个房间门揣开 问道 房间内 孙文浑身缠着绷带 有些费力地扭过脖子 看着门口 你觉得 我知道吗 好像才有 许元清一下就精神了 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坐在床边 轻轻敲了敲孙门腿上的石膏 有 石膏都打了 他说 你上厕所怎么办 总不会是要苏管的老阿姨 许元清神秘兮兮地 看了看门外 却认没人能听见 才一脸调笑地说道 孙门脸色漆黑 你 出去 说说呗 总不能晾在裤子里吧 多失啊 许元清却没有放弃 依然执着地问着 就在孙门暴跳如雷势 才神色一正 如果没猜错 这次 穿了不少学分吧 你要干什么 我没钱 学分都用来治病了 孙门瞬间变得警惕起来 开始挣扎 但全身都打着石膏绷带 想站起来都是奢望 许元清就这么笑咪咪地看着 我打听过了 这次治病是免费的 这样 学分我就不惦记了 银行卡的后两位 说说呗 这笔钱算你如果 我有一个好的想法 这次创业必然会成功 你看 首先 这妖官最近一年内 是不是会很平静 但为了防止妖族 再次撕毁公约 又不能不守 如此的话 送餐就会变得安全许多 只要他们下单 咱们的外卖员 就可以奔袭数百里 领月送去 给他们吃上一口 新鲜热乎的包子 豆浆 这妖官上人可太多了 当咱们打响名气后 就开始下一人融资 慢慢送到破小关 鬼门关 等等一系列 名字我都想好了 英雄外卖 使命必达 是不是很不错 许元清越说越激动 感觉浑身充满了动力 眼中所闪烁的是那耀眼的光芒 孙文最开始还在认真听着 但慢慢呢 沉默闭言 一言不发 就想睡过去了 喂 你什么意思 我这可是想带你发财 才告诉你的 许元清不满地敲了敲 孙文腿上的石膏 一声闷响 孙文的脸瞬间就白了 汗水边部 倒吸一口冷气 我有个问题 说白里 一个包子配送费多少钱 突然身后传来余声的声音 孙文猛然睁眼 像是盼来了救星一样 直到发现来的是余声之后 身体都开始轻微地颤抖 眼中充满了恐惧 再次紧闭双眼 恨不得把耳朵也堵住 最近的余声 实在太可怕了 墨学院两大冤种 今日齐聚在自己房间 吃他妈是造了什么孽 黑松飞 许元清陷入了沉思 似乎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余声站在孙文的病床前 想了想 嘴中露出了阳光的笑容 这笑容的神情 与赵紫诚如出一辙 就仿佛余声 是被赵紫诚夺舍了吧 孙文 起床上厕所了 余声亲切地说道 许元清看了眼前这一幕 有些惊了 甚至一时间 都将自己的创业打击 抛之脑后 像是看怪物般盯着他 这是余声 那个沉默寡言 面能守黑的家伙 你是前几天伤到头了吗 许元清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问道 余声依然是那笑容 孙文绝望的声音悠悠响起 求助般地看着许元清 但许元清显然还没回过神来 在努力地消化孙文传达的信息 然后就看见了接下来的一幕 余声熟练地摇动病床 孙文头部位置的床板抬起 紧接着将孙文搀扶起来 在孙文疯狂的眼神拒绝中 将他带到了厕所 如果说到这一步 还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 厕所旁边有一个小锤子 谁帮你把石膏补了 多麻烦 孙文开始不断地挣扎 然后余声抬起锤子 对着孙文的裆部 轻轻一瞧 石膏破碎 这样方便多了 开始吧 说着余声默默向后退了两步 紧接着孙文站不稳 向后倒去 但余声却仿佛早有准备 一手撑住 然后召唤出自己的闷棍 支撑在孙文的后背 保证他不会倒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你是紧张吗 那我出去 下后又退了两步 余老大 我不想上厕所啊 让我回去躺着吧 孙文欲哭无泪 但余声却认真摇了摇头 不行 我在网上查过的 在河水后五小时内 最好上一次厕所 这样对膀胱和肾都比较好 为了身体健康 你要加油啊 一边说余声还一边 给他加油打气 许元亲人都傻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看着余声就像看怪物一样 许久 沿了沿口水 余声为了孙文 在网上查资料 还一直在 出人为乐 我应该还没睡醒 这该死的后遗阵 嘴里不停地嘟愣着 许元亲起身拍了拍脑袋 在孙文绝望的目光中走出房间 我刚刚想为什么来着 站在门口 许元亲有些疑惑 他很快就摇了摇头 不重要了 我是在做梦 逐渐远去 孙文不知道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 足足站在原地憋了五分钟 这才勉强挤出来那么一些 余声面上笑容瞬间阵放 对吗 医生说过 这样对身体好 将孙文拖回到病床上 盖上背 想了想 又把病床推到窗口 正午时分 烈日照在孙文身上 刺眼的阳光 让他下意识紧闭双眼 我在网上看 还有医生说 要多晒晒太阳 这样能调理身体 对 还不能长时间吹空调 余声说得十分认真 总结着自己记录下的每一个细节 将空调关闭 孙同学 休息吧 五个小时后 我会再来的 走出门 转过身对孙文热心地挥了挥手 带上房门 只留下孙文一个人呆若目击地 晒在烈日下 嗯 还是刮了空调的那种 我操 怎么你啊 许久 房间内传来一声哀叹 孙文痛苦地闭上双眼 不知为何 虽然现在的余声比起之前 多了很多人请问 但他却总觉得 当时的余声 好像更好点 其实真的没有多聪明 如果真要用一个词来说 就是执拗吧 执拗地遵守着规则 如同一块海绵 不断汲取着任何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并严格地遵守 比如 在醉成尽量不要多说话 那就沉默下来 比如 在醉成要杀掉所有潜在 可能威胁到你生命的人 那就直接动手 这一次因为什么地方 没有处理好 受伤了 吃亏了 那下次尽量避免 并不是所谓的智慧 因为在醉成 没有人情事故 大家所遵守的 莫过于一个规则 事于情商 说到底 仍是一片空白 当凡事都可以 用杀戮来解决事 情商的重要性 就会被无限拉低 但到了外界后 这些原本看似 无用的东西 却有一点点凸显出来 余生只不过是 又一次走在了 摸索学习的路上 正如当年 在最诚实那 懵懂的男孩 重点是 余生发现在 自己助人为乐后 那灰色雾气的增长速度 明显变快了 那模糊的第二个物品 也变得清晰了些许 或许在努努力 帮助更多的人 就能看见 更清晰的轮廓了 拿出一个小册子 上面记录着 密密麻麻的内容 放下册子 深吸一口气 整理一下面部表情 再次模拟着 赵自成的笑容 轻轻推开 林小小半掀之的房门 大白 该吃药了 是英文贺 林小小绑在床上 一只腿吊着 把着石膏 左手绑着纱布 脖梗还被固定住了 唯一能动的右手 正抓着薯片 艰难地往嘴里塞 听到余生的声音 林小小眼睛睁得老大 费了半天力气 才勉强递到嘴边的薯片 更是直接掉在了被子上 不远处 无精打采趴着的大白 汗毛炸开 就像是受惊的野兽 直接跳了起来 向后退去 但两只前爪还缠着纱布 重心不稳 摔倒在地上 不要乱动 会影响愈合速度的 如果骨骼一味 就麻烦了 拿出两粒药片 在大白面前晃了晃 沉思数秒 这是最新款的狗粮 很好吃 大白悠悠地注视着他 然后惊恐地看着 眼前这个人类男子 逐渐逼近 掰开嘴 把药片塞了进去 又把他的嘴按上 最后在口袋里 拿出一包干果 在他眼前晃了晃 下意识吞了吞口水 药片咽进去了 一股浓烈的苦涩味道 在胃里搅动 喉咙也是 身无可恋地躺在地上 已经彻底 没了反抗的想法 吃薯片 对身体不好的 这种东西属于 嗯 等一下 拿出手机查了查 对 油炸食品 顺手接过林晓晓的薯片 又熟练地 在病床右侧床底翻了翻 找出足足一包 就是要护工送的吧 说着 拎在手中 好好休息 转身离去 如同暖心的大哥哥般 令人心惊胆战 当然 大部分都是吓的 如果哪天一个面无表情 假承果断的杀手 突然对你露出笑容 温和阳光 体贴照亮 任谁的第一想法都是 他要干掉我 亦或者 这人是变态 又是做好事的一天 心情果然很愉悦啊 站在门口 余生喃喃自语 有些满足 远处 赵紫诚刚当主持拐棍 出现在走廊 看见余生的身影后 立马转身 拐棍倒腾的都快出残影了 一蹦一跳的 最后甚至嫌拐杖拍慢 直接扔了 扶着墙跑 哪怕是没站稳 摔倒在地上 都还在倔强地爬着 紫诚 这是摔倒了吗 我来扶你 余生眼睛一亮 起身来到赵紫诚的身边 贴心地将他扶了起来 又将拐棍递到赵紫诚的 颤颤巍巍的手中 今天有做肌肉运动吗 余生闷道 想起视频中 为羞耻的动作和母子 赵紫诚疯狂点头 坐了坐了 那什么 余老大 我出去下下太阳了 说着 拄着拐棍 绝强地向门外走去 眼中所流露的 全部都是对自有的渴望 我陪你 顺便再做一遍 呼吸新鲜空气 效果更好 余生认真地 思索了片刻开口说道 赵紫诚身体 将转身就要回宿舍 该一股距离传来 拖拽着他 走出了宿舍大楼 我就说忘了点什么 那个啥 今年的学院新生大赛 要开始了 第一点是莫城 然后 也没啥嘱咐的 委年莫学院都是第一 得丢人哈 许元清说得十分敷衍 打了一个哈欠 懒洋洋地转身 有气无力地偷人身子 向远处走去 看着许元清的背影 赵紫诚又又开口 老师 你觉得以我们现在的状态 去打比赛 难道是用拐杖轮他们 还是用轮椅撞 亦或者 让孙文用石膏 挡住他那拳套 赵紫诚的声音 在空气中飘荡 许元清的身体正住 有些僵硬地扭过脖子 看着余生又看了看赵紫诚的拐棍 水衣全无 也就是说 能出战的 只有余生 已经连续拿了十多届冠军 如果丢在我手里 仿佛在这一瞬间 许元清已经想到了自己的下场 比如副校长那张略显争鸣的脸 喂 喂 喂 能亲见吗 喂 喂 今年拿不到冠军 代课老师扣除一年工资 三年奖金 还有 嗯 我想想哈 稍等 那大喇叭 在对的时间 发出了对的声音 许元清眼睛瞪得溜圆 盯着那墙上挂着的喇叭 不可置信 再裸奔一圈吧 就这样 自愿奖难五百学分罚款 可以留个底库 说完 那大喇叭再次没有了声音 继续 许元清晰 您 这 您 是 您 您